高雄 台中 台南 比較少機會可以跑這樣子過去 突然有補助就可以考慮 小學姐又快年節又快到 就想去泡個溫泉之類的 去個兩天一夜 但有南部旅宿業者表示 補助原意是幫助觀光客較少的縣市 第二波擴大補助 因為效果分散 反而將原本要到外縣市的遊客 帶到台北或桃園 造成好的更好 壞的更壞 我是覺得這個國立補助來得太慢了 常態性是好事 但是必須有一些季節 跟各方面的一個調控 把我們的這個文化 把我們的整個台南的古蹟的行銷 有觀光農場 我們有很多的這些相關的景區 我們怎麼樣把它結合在一起 長期的補助下來 民眾已經開始批發武感 反而有可能拉低旅館的價格 補助如果一旦變成 就是太多的時候 撒險會有腐爛的感覺 因為像這樣的旅遊補助 在國外通常都是一種救急 它不會是變成常態 市場的商序跟市場正常的賣動 會受到你補助案的影響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是補助案 不應該是這樣長期的去做 這樣子有點本末倒是 應該是把整個的體質要把他養好 2018年12月住宿業求財人數 較往年同期增加1成8 但旅行業工會認為 觀光外匯收入從2015年至2017年 奏減840億 人力需求增加反而是暴露了 人才流動量果大的問題 東森財經新聞 宇徐陽昭台北報導 東森財經新聞 宇徐陽昭台東森財 ediyor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